北京时间8月4日晚,中超联赛将迎来第16轮的争夺,等了加上演多场焦点大战,国安和鲁能之间的保守之争,毫无疑问是其中的重头戏,从征换的角度来讲。 这场比赛价值6分,恒大与富丽的同城德比也看点十足,首回和交手,双方曾打出5-4的大比分,8月4日18点长春纳太VS上海参花纳太上轮在主场3-0完胜一方,在结束两连百的同时,积分也达到了17分,进一步扩大了与将棋区之间的领先优势,球员可以一种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笑半。 上半城的比赛,申花半城结束之后仅排名积分榜中游,这对于智赛竞争亚冠资格的申花来讲,显然很难接受。 本赛季深花客场战绩不佳,上半城的7个客场仅2胜1平4负,两队此前在中超赛场的25次交手,亚太时胜8平7负占据优势,其中在主场亚太7胜3平2负优势明显。 8月4日19点35分,北京人和VS重庆自卫半城拿到19分,对于升班马人和来讲,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。 尽管球队近期遭遇两连百,但是凭借着此前建立的优势,暂时并没有保际之优。 不过,1比4不敌负利,1到5输给上岗,连续两场大比分失利,会不会令球员的信心受挫,从而影响球队接下来的走势,值得关注。 近8场比赛,思维输掉了其中的7场,尤其是上轮不敌排名垫底的横峰,令思维的保极压力斗增。 如今思维排名倒数第三,随时都有跌落至降级区的可能,但轮面对升班马人和,思维即使是客场作战,但全队上下都希望能用一场胜利来止住近期的连拜颓势。 8月4日19点35分,天津全舰VS河南建也全舰上轮1比4不敌上岗,对球员的自信心来讲,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。 建业自张外龙上任之后,球队的战绩出现大幅度的提升,虽然上轮0到1不敌苏宁,赞主炒作战的建业,表现可圈可点。 从两队的阵容配置来看,全舰毫无疑问,优势明显,但维特赛尔人类归队,这令全舰的中场控制力下降明显,因此本赛季首回合全舰虽然曾4-0大胜戒业,但维特赛尔的缺阵,令双方次回合的这场较量充满了不确定因素。 8月5日19.35分北京国安VF山东鲁能,从真冠的角度来讲,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六分大战。 国安高居榜首,鲁能位列次席,中间仅有一分的差距。 这场比赛的胜负,将直接影响到本赛季的真冠格局,爽抱手回合的交手。 国安虽然客场赢比赛落败,但之后施密特的球队连续14轮保持不败。 国安能够取得队史最佳半程战绩,和球员的稳定方会密不可分,尤其是几名外援的状态都非常火热。 无论是巴坎布还是比埃拉,或者是奥古斯托与索里亚洛,均能起到极差极用的效果。 鲁能也已经十轮不败。 李肖鹏致下的这只鲁能,战术思路清晰,球员三军用命。 本赛季的鲁能值得期待,国安上半撑打尽38球,攻击力在16支球队中排名第一,而鲁能上半撑尽丢13球,防守在16支球队中守区一值。 这场比赛可谓是最厉害的吗?碰上了最尖的盾,8月5日19点35分,大连一方VS上海中港一帮近期遭遇三连百,人身陷降级区无法自拔。 不过随着卡拉斯科的归队,王耀鹏等伤员也逐渐康复,舒斯特尔在排兵布阵和林场调整上有了更多选择的余地。 上港目前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,紧落后放手两分,由于亚卦和足铁杯都已经提前出局。 但现作战的上港不容小觑,无比地战胜任何,4比1击败全剑,连续两场大比分的胜利。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,能提升球员真冠的信心,经历了上赛季的四大阶空之后,本赛季压卦和足铁杯的真冠希望又提前破灭,因此上港对联赛冠军的渴望非常强烈。 本轮对阵身处较急区的一方,上港即时刻场作战,但目标仍是三分。 8月5日19点35分广州富力VS广州恒大这场同城得比是本轮的重头戏,双方每次交手都看点十足。 从实力对比来看,恒大要处于优势,但富力每次对阵恒大,都显得格外来劲。 吃饭睡觉打恒大,已经成为了富力身上的一个标签。 富力俘然成为了恒大的克星,志在竞争压怪资格的富力,距离前此有着五分的差距,而恒大在上赛一轮的情况下,与帮手之间相差五分。 近期富力的状态起伏不定,此前曾连续五轮不胜,直到上轮才击败人和止住颓势。 而恒大近期的状态增加,卡纳瓦罗不但算对取得三连胜,而且三场比赛近十二球偶尔卫失一球。 这个表现仿佛令人看到了那个巅峰季的恒大又回来了,双方首回合交手。 富力曾各场5比4战胜恒大。 8月5日19点35分江苏苏宁VS贵州恒风苏宁此前曾连续四轮不胜,而且四场比赛仅打进一球,直到上轮才用一场胜利止住颓势。 不过取胜的过程并不能令人满意,进攻防离,防线也存在着比较大的漏洞。 而且雪上加爽的是,黄子昌被国家队征兆,怕莱塔遭遇竞赛,特谢拉又出现了伤病。 这令奥拉罗游接下来的的排兵不正受到撤肘,恒风本赛季已经提前掉队,尽管上轮战胜思维,但由于此前落后较多,仍排名垫底,半城战罢紧拿到8分。 暴击形势不容乐观,两对手回合交手,苏宁曾三比一获胜,但当时没拍二度的特谢拉,本场比赛将因为伤病而无法登场。 8月5日19点35分,河北华夏幸福VS天津泰达,本赛季华夏幸福大次招兵买马,并在赛季之初提出了争夺亚冠资格的目标。 但令人意外的是,星光折折的华夏幸福,半城战术紧拿到18分,排名几分棒下游,虽然中途换帅,但效果并不明显。 泰达进五场比赛,输掉了其中的四场,状态并不好,尽管从阵容配置上来看,泰达要处于劣势,但统计18分,说明两队的战斗力十分接近。 不过从过往战绩上来看,华夏幸福占据优势,此前的两个赛季,华夏幸福在对阵泰达十次战全胜,近12球未失一球,但赛季的首回合交手,双方一到一打平。 感谢观看